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章谱的频道 那今集说什么呢? 今集就跟大家聊聊聊 分享一下如何成功在外马市官网 抢到热门袋款的一些心得 因为之前那条片 我就是unboxing一个官网抢到的热门袋款 很多观众就DM我问我 究竟怎样抢的? 这些难抢的? 为什么你都会抢到的? 我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自文不是专家一个小小的分享 那开始之前大家记得订阅我 subscribe 和按下小小的小小 因为这些新片就不会错过了 我们开始啦 那这条片呢 今集我就会和我李老板 一起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讲这些太资讯性的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讲得比较脱 并不是讲得十分流畅 那有请李老板 那今集就带李老板一起出来讲 是的 我讲的比较脱 是的 那大家可能呢 都在这个Facebook group 都经常见到 为什么人家铺了一些热门袋 出来 有一只Picotin 为什么我经常上网都买不到的? 那我当然买不到 你夾了图你都被人买错了 是的 基本上他夾了图你都已经 你还要慢慢想 我有些人 这个好还是那个好 加三购物 加了几个 这只色好不好啊 这个尺寸好啊 不 还夾了几个 然后上group 慢慢问人家 哪个好 哪个色好 你想得来的 其实你真的用五秒的时间去想 其实每一只都给你 是的 其实五秒都多了 两秒而已 如果你真的想成功 你是用两秒而已 是的 基本上你CAT图那一下 就已经没有了 已经输了给人了 已经输了给人了 是的 开始之前都不说那么多废话 那有什么攻略啊 是的 首先呢 当然有个很好的电脑 够快的电脑 和一个稳定的网络 因为你现在真的和别人比较快 那一句 没有电脑 那个network不动 哇 我跳了线了 没有network Wi-Fi收得很差 没有了 是的 真的没有 机会只有一次 是的 还有你说这部电脑很联系 玩完了 已经没有了 那你当然没有了 不轮到你了 所以一定要准备好你的工具 你才可以搶桌 准备好工具 你才和别人搶桌 是的 下一个要点 是的 就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觉得 啊 我会不会 评论 可能 9点进去 按一下 或者11点进去 按一下 其实你重复 这个太多动作 其实外玛士官方已经封锁了你 是的 当你是一些垃圾人 是的 还有根本呢 你这样的做法呢 基本上99.9% 都是没有可能会搶桌 你现在这个很需要 一个程式去帮你 那当然 以下呢 我们就不是买任何广告了 因为呢 一个个很多不同的程式呢 他们都有各自的优势 或者可能是 那个时间上面 通知你 会不会有所分别 有个分别 那我们就 要自己去研究了 那我告诉你 现在你需要一个程式 是的 那程式有什么呢 其实都有分两样的 一个呢 就是会通知你 什么时候有袋 上官网 即是什么时候会更新的 那个袋 是的 那这个其实一定是必须的 你没可能 无端端 我10点钟上去 看看有没有袋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还要是这么热门的袋 是的 那这些程式会告诉你 就是 啊 就可能会 送一些email给你 或者有些不知 notification 那你就可能说 有一个袋上去 那你就立刻就要按进去 是的 那另外呢 就有第二个程式 是什么呢 有些程式呢 它就会是 直接帮你抢一只袋子 是的 那些呢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你只可以选几只袋子 就是譬如 你买一只Picotein 黑色金球 它就会帮你抢Picotein的黑色金球 即是譬如有个金球弹出来 就只有金球 有银球都不会给你 是的 银球你都抢不到 是的 或者你输入了18 那样 突然就是22 是的 那它都不会帮你抢到 所以这是一个缺点的限制 但是其实它就都比较快 那我们之前就用第一种 是的 我们就用第一种 是的 那可能有第三四五六种 我们不知道 我们太久没有抢了 那之后我也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抢了 是的 那好吧 如果你选择用第一种的程式 那其实还有什么方面要留意呢 那当然 它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更新的 你仍然都需要自己打 打订一些地址 和一些Credit Card 那其实这方面 你们就一早已经准备好了 即是你的Credit Card 即你不要到时才慢慢打 是的 或者可能你要尝试 或者电脑那些 可以保留你的Password 那些 或者电话 都是一些功能 电话就用Face ID 是的 那即刻就帮你填了你的登入 Lock In Detail 那些Credit Card 全部都可以 因为那时候一有的时候 你才慢慢Lock In 又是慢了一步 是的 如果整个过程五秒 就抢到 基本上的机会会大一点 是的 那这样就会 即是你不要打算一心两意 是的 即是不要一旦 例如一旦一旦十几只出来 你全部交线购物车 全部都要 是的 不可能也会Cut LiDun 就算你真的成功到 是的 成功都会Cut LiDun 一定Cut LiDun 是的 我记得那时候 好像每人只可以买两个袋 一个Account 不是 三个 好像半年三个 差不多 半年三个 是的 不知道半年 总之差不多 总之不可能多 是的 你不停地精神分裂 这么开境 多个Account 是的 就算马仔的东西都不会 给你买得太多 好像不知道 都是买了两个 这样 如果你买到一个 可能你就要重新再 register多个Account 是的 人们会精神分裂 好了 那我们现在都说一下 很多人说 啊 抢袋是否只可以在香港抢的呢 如果你在外国的官网抢 又怎样呢 比如在英国的官网 或者法国的官网 德国 澳洲 美国 在加拿大可以不可以 我们以前在外国官网抢的 就一两单在香港 其实因为香港的上升就很少 是的 可能外国比较多 还有外国便宜 对 对 外国便宜一点 尤其现在欧罗也便宜了 那那时候就没那么便宜了 去年 那我们去年有做这个动作 那今年就没有了 嗯 是的 那其实外国 外国有什么注意呢 其实就 以前来说 其实我们都用回香港的信用卡 或者是PayPal 来付钱的 但是现在好像 好像去年年尾开始 好像去年年尾开始 其实它就转了 你好像没有得用香港的信用卡 譬如你记得外国的地址 你要用外国卡 记得外国地址 如果它知道你那个责运地址 一定是隔离单 是的 所以这方面就可能派到一下 你看有没有什么亲戚 是的 我自己就不想再麻烦别人 是的 不需要太麻烦一件事 人有精神分裂 是的 因为首先你需要他的信用卡 因为你不能用回香港的信用卡 或者可以利用本地的信用卡 但是寄一个外国的地址 但是不是责运仓都可以 或者可能是 因为我太累没事 我真的分享不了给大家知道 而且如果你不用外国相片 基本上不能用外国 它好像去年年尾 就多了一个Apple Pay的功能 就是别人一数个Face ID 就是可能一旦出来 嘿 Face ID 给了钱了 你怎样救人快呢 是吧 不可能救人快 所以基本上外国的话 你可能都可以 即是外国的话 它又有这个App 又用Face ID 怎样救人快 另外一个点就是 就算你 成功给你 就算你真是好幸运 去集运仓 其实你都很 心惊胆跳 心惊胆跳 我们之前一开始 寄的那些热门袋款的时候 哇 袋都给了钱 找到了 追信用卡 袋都不知道去哪 差不多两个月了 等了两个月 如果你接受到这个精神上的 一个 对我来说 一些精神分 每天都有想到袋去哪 但你又不知道袋去哪 是啊 对 因为它的更新的更新 更新的更新 是啊 而且它的货运真的很慢 有时的责运 那些 它说就说 一两个星期到 但到最后都不是一两个星期 然后你又找不到 然后你的人 就会焦虑 心犯 缺乏信心 多疑 我之前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 没有再 好像都几万元的袋 不是 有一次买四万元 袋都不知道去哪 找完了 我都问你 去哪 哪些东西呢 哈哈 不像我来过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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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来过这个 好像一个星期再更新一次的 是的 本来真的都挺心惊胆跳的 如果你不想那么担心 都是可能 去回香港那里 比较简单一点的 但是香港有很多人争 对 香港有很多人争 香港有很多人争 是的 因为香港不用烦 你唱到就是香港 直接寄给你 是的 你又不用 skip了这个心惊胆跳 对吧 因为这个真的吓死人了 是的 有几万元的东西 不知道去了哪 那个tack 那个 那个又不知道 又update得很慢 虽然到最后都到了 是的 但是也会吓死你了 就是这段过程 如果你有强大的心理压力的 你就可以试一下 这样 那可能你会说 Jumpo 你这么成功 之前搶了这么多 那些这样的二本袋 为什么你不再这样 搶下去了 是的 我现在摆在旁边 我曾经搶过那些什么款 在旁边 那其实也分享一下 对 那我最主要 是因为我真的 很精神压力大 你每天都要 用个程式不特止 你这个程式 你主要每天都盯着电话 一有弹出来 就立刻你的腎上线 向上升 还有个人精神弹躁 弹出来 抢不了抢不了 就会很躁底 一来 到货运方面 都很担心 那我不想努烦亲戚 对吧 对吧 最终要用别人的信用卡 有别人帮你 又收 又寄 我第一件事很烦 对 如果保持住 你买一两只没什么所谓 对吧 但是你长期下来 每个月都在收货 我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多人的人 我自己很怕麻烦多人 所以我就没再这样做 而且我又没有什么恒心在香港抢 因为香港上升真的很少 别人外国可能一个星期有两次 香港可能一个月才有两次 哇 我的程式都要付钱 我觉得差很远 所以有时的东西 为什么我就没再这样抢下去 还有我觉得有一个包包是最难抢的 就是mini Evelyn 是最难 都没试过抢 我从来都没试过抢过一次 那个 那个是最快消失的 对 因为基本上全部的行家 那些代购 我说个人一定都是要抢那些包包 当然啦 赚那么多钱 都不少 不过有时 有些钱都要给人赚一下 对 因为始终有时 自己的技术 没有人家那么快 第一 技术没有人家那么快 我真的不是帮代购 说什么好说话 我纯粹说 我心里怎么想 人家其实都承受了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 都承受着一个健康都不知道去了哪 嗯 慢慢找完才到的风险 是啊 随时见货都可能不见买 是啊 因为我之前都看过 可能不少都有 不知道哪个国家 我不说哪里 整个货都被人偷鬼买 是啊 是的 虽然它还是用筷子 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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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不一定一定是100%安全的 你是知道 某个国家 我不说哪个国家 而且可能速度很安全 但是你的集园仓不安全 始终你货都有几万元 每个人都觉得 贵的东西 看见你是外马市盒 是什么 这是外马市的机 就是值钱的 都知道你不便宜 这么大一项 你衰極都幾萬 對呀 還有一個外盒包著 很大盒的其實 基本上大家都猜到是什麼 如果你做一些物流公司的人 對得多這些 大概一見到外馬小盒 還要這麼大 所以肯定不方便宜 而且他會知道你哪裡寄你 有寄件人 甚至見到外馬事 就知道你貴東西 所以其實 其實任何人都承受了很大的風險 我覺得有些錢真的值得被人賺 對呀 山長上院寄到來 可能有時候 潘潘潘潘潘 撞了也不奇怪 對嗎 人家都承受過風險 對呀 我自己就覺得這方面的壓力很大 嗯 對呀 又很害怕 花了 那盒黏了 又很害怕 總之很害怕 很多東西都很擔心 心理壓力太大了 每天都失眠 你想想 幾萬元的東西 都不知道他在哪裡 對呀 還有你沒有時間 他說寄了 他說寄了 外馬事官網說寄了 但是你的東西都不知道他在哪裡 對呀 你想想幾害怕 對呀 我自己真的承受不到 對呀 這錢不輪到我 對呀 所以可能大家 如果真的搶不到 找一個信得過的人去買 對呀 信一個人 你自己覺得 跟他很適合談 又或者你 總之你自己覺得很舒服的人去買 對呀 最重要買完都很舒服 如果你 哇 買的時候 都已經 心驚膽跳又怕去假 又行 那都無謂 對呀 你都無謂幫襯他 對呀 平時自己慢慢去 專門店配貨 專門店配貨 似於你 好像有加價 什麼都加價的 其實 所有大牌子都會加價的 對呀 而且你要搶熱門袋寬 你真的不要三心難意 就是不要 每樣都說要 每樣都要 每樣都按進去 又左想又想 對呀 不如你隨便 不如你隨便 不如你隨便想 隨便 隨便給你買一隻 都比專門店配貨 我自己覺得 不是 你真的搶到回來才算 對呀 你搶那麼多 你不適合 你不被人切單才算 對吧 有些 我真的都試過很多次 你搶到都被人切了單 對呀 會被人切單 對呀 你不要以為你按了進去 真的按了所有東西 他就給你 對呀 你不要以為 蘇貞圖 你以為你真的可以買到 真的 不是的 他真的隨時會切單 到最後出貨才算 沒有什麼原因切單 對呀 就說安全問題 切單 切單就切 切單就切 就是這樣 好了 到最後呢 都希望大家可以買到心儀的靚袋 唉 希望大家 不要氣餘 都是那個 不要氣餘 對呀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挫折的 經常都說 Oops 沒有了這件貨 不是 你的心情好 大起大跌 突然之間 什麼事 你以為自己買到了 好得戚呀 在扭屁股發 但到最後 沒有呀 咳咳咳咳 咳咳咳 咳咳咳 對呀 每天都精神分裂 總之我覺得自己 又要經常做一些帳號 我做了都忘了自己做了幾個 對呀 有時候都忘了自己有幾個帳號 真的忘了 忘了 喜歡這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李老闆 好了 下一條影片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